宋太宗旨 太宗的手腕 如果说赵廷美是第一任开封之府的话 到这为止第八任开封之府要出来了 第八任开封之府是宋太宗的第二个儿子 陈王赵元喜 这就很有意思了 官还是那个官 人已经不是那个人了 由太宗的弟弟变成了太宗的儿子 这很有意思 这好像什么 画了一个圈 这圈开始的时候是他的弟弟 到最后这个圈画成他的儿子了 开封之府经过了八任之府的旋转 转了一个圆 最后落到宋太宗的第二个儿子 陈王赵元喜的身上 赵元喜是陈王 这叫亲王 做了开封指府 那不叫指府 叫这个亲王已经 那就意味着赵元喜成了名正言顺的皇位的继承人了 开始是他弟弟 最后换成他的儿子 这个圆就算画完了 这个圈叫画圆了 那么为什么是赐子而不是长子呢 因为长子疯了 宋太宗的长子叫赵元祖 史书记载赵元祖这个人有三句话 少 聪敬 茂内太宗 弟 仲爱者 从小就极其聪明 而且长得酷似他的父亲 宋太宗 所以宋太宗对他这个长子非常喜欢 这么聪明 这么喜欢 为什么他不能去做开封府的指府呢 因为他疯了 被废位庶人 为什么疯了赵廷美事件 因为他的儿子有三个特点 第一 太清楚赵廷美事件的真相了 第二 太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了 第三 太不了解他父亲的良苦用心了 他父亲画了个圈 目的就是从他弟弟画到他的儿子 如果不是他特别同情 富有正义感 如果不是特别了解情话 那么他不会疯 他如果不疯 将来就是他继位了 结果他疯了 所以赵廷美事件出来以后 在太宗的儿子中间 只有这一个长子 赵元左多次上书 替他叔叔身边 结果皇上不听 这样一来 赵元左就得了史书记载 叫心疾 什么叫心疾 按照我们现代的医学名词 叫精神失常 精神失常 精神失常的表现 他的表现就表现在两点 第一 经常不上朝 本来每次上朝 他的儿子已经被封王了 一当上朝 不上朝 第二 对待史身边的人非常残暴 他身边的人稍微有点错 他拿刀就捅 身边的人 从他身边一过 拿刀就射 那这样明显的就是不能做 做集成人 而且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 雍西二年 重阳节 太宗召集他的几个儿子 进皇宫 举行了一个家宴 结果这次家宴了 因为他的长子赵元左 有精神病 没请他参加 结果这个宴会结束以后 这个陈王赵元喜 赵元喜可能有点心术不正 亲自去看望他这个 没有参加宴会的长兄 赵元左去了 他知道他哥哥没有参加宴会 他又亲自去看他 说他我们刚刚参加了 父王举办的一个 这一个重阳节的宴会 结果这一说 这个他哥受刺激了 刺激以后说了几句话 如等与至尊宴舍 而我不欲言 是为君父所欺 你们都参加了 咱爸的这个宴会 唯独不让我去 这说明咱爸把我给抛弃了 越想越郁闷 当天晚上这个赵元 我就做了一个 这个非以所思的事 纵火焚烧皇宫 这一纵火 好了 太宗皇帝把他非为熟人 贬到君州安治 君州就湖北的丹江口 也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往丹江 往北京调水 这叫南水北调的中线工程 把他贬到丹江 结果他已经走到黄山 很多人为他替他求情 最后太宗皇帝就允许他回到京城 但是把他囚禁起来了 软禁起来了 这样一来 太宗的次子赵元喜 就成为世事上的长子 在雍溪三年的十月 陈王赵元喜就做了开封椅 监施中 成为大宋王朝的未来接班人 所以我们通过赵廷美事件 看到宋太宗 在赵廷美这个事件中间 首先把他弟弟弄下去 第一步弄出京城 第二步弄出培都 第三步弄出人间 把他弟弟弄下去 弄下去以后 走马灯一样的换开封植服 四年零七个月 四年零七个月 换了八任开封植服 最后那一个点 落到他的儿子身上 印了一句古话 铁打的开封府流水的官 这样赵光义 太宗皇帝就完成了王位的继承 所以我们从这个事情上可以看出来 这个宋太宗这个人 是一个极其有心机的一个人 他借助赵廷美事件 在开封府进行了一个大换班 最终换的结果 是让他的儿子赐子 成王赵延启 成了开封医 这种变化 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们这边顺便再交代一下 赵延启后来也没有接同班 因为他病死了 死数多大了 二十七岁 没有接同班 那是后话了 太平清国七年的七月 太宗皇帝做了一个重大决定 他封了他的两个儿子 就是长子赵德宠 次子赵德明 他让他的两个儿子都封了王 而且让这两个儿子 同平张氏 同平张氏就是宰相啊 更重要的是 史书记载还有两个字叫 氏氏 什么叫氏氏啊 氏氏就是到宰相府去办公 他这两个儿子多大了 长子二十二岁 次子十七岁 他把他的两个儿子 他把他的两个儿子分为宰相 这样一来 透露了一个信息 太宗皇帝是想让自己的儿子来掌握中书生的权力 这才进去两个儿子 当然 赵普当了首相以后 太宗皇帝对他并不十分信任 他同时又安排他两个人进去做副手 也就是做参政事 安排哪两个人呢 一个叫窦称 一个叫国志 窦称这个人 三经有四句话叫窦燕山有一方 焦五子名俱阳 这个窦燕山实际上他的原名叫窦宇君 窦宇君的第四个儿子就是这个窦称 而太平新国七年的十月又出了一件事 就是那个窦燕山的第四个儿子窦称病死了 第二年的七月 第二个被派进去的那个郭志 郭志没有病死 郭志被免关了 免关的理由史书记载了很简单 说郭志这个人好喝酒 有一天晚上喝酒喝多了 到第二天这个酒还没醒过来 太宗皇帝召见他 他说话的时候非常随便 都撑死了 郭志免了 那他们的位置怎么办呢 宋太宗又安排了两个人 一个人叫宋齐 这个人也是太宗的亲信 就是他在做晋王的时候 他晋王府的亲信 第二个 他是晋敌重渊中间比较有文化的一个人 所以宋齐很受太宗皇帝的赏识 那么郭志被免了以后 第二年郭志被免关 第二年郭志免关以后 又委派了自己的亲事 礼坊 宋齐给礼坊 进了中书省 担任参政士 这样 中书省就形成了什么呢 三相 两参 三个相 赵普是一个 另两个是他的儿子 两个参政士 都是他的亲信 剩了赵普一个人 这一年就过去了 他转过年来到太平新国 八年 这一年发生了重大变化 宋太宗突然下令 叫他的五个儿子全部改名 原来他的儿子 给赵匡印的儿子 还有赵廷美的儿子 是同一个试次 就是德子辈 赵德昭 赵德芳 赵德宠 赵德明 都是德子辈 现在他改了 太祖廷美的孩子 仍然是德子辈 只有他的孩子 不叫德子辈的 一律改成元 改成什么呢 赵元左 赵元右 赵元修 赵元俊 赵元杰 五个儿子全改名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这五个儿子全封王 全部封王 第三步 五个儿子全部认名为 同平章士 就是宰相 第四步 五个儿子都逝世 都到宰相府办公 这家伙就厉害了 这个时候是七个 七个宰相 七个宰相中间 就一下子有他五个儿子 五个儿子都是宰相 最小的儿子赵元杰 才十三岁 宰相 紧跟着 赵普罢相 赵普被罢官了 到赵普一罢相 太祖朝的宰相 全部扫除干净 所以太平新国八年的十月 赵普第二次罢相 当然这次罢相 赵普给宰太宗两个人的吸取教训 没有搞得很僵 太宗皇帝还举行了隆重的宴会 给赵普了辞行 而且还写了诗 赐给赵普 赵普捧着太宗皇帝赐的诗 还热泪盈眶 说了几句话 说陛下赐臣诗 荡刻与实 与臣秀骨同葬权下 所以你赐给我的 是因为那刻到石上 不是刻到神道碑上 然后和我的秀骨 一块葬在黄泉之下 据说是太宗皇帝也很动情 也掉了几滴眼泪 赵普第二次罢官 赵普一罢官 这个宰相就什么了 宰相只剩了宋太宗的五个儿子了 这五个儿子处理不了国政啊 那怎么办呢 第六部 宋齐和李仿出任宰相 宋齐给李仿 原来一个是带斗城的 一个是带这个郭志的 这两个人都是参政士 现在他两个生宰相 所以最终的结果 67岁的宋齐 担任了大宋的首相 这个时候 大宋的宰相中间 一共是七个人 一个宋齐 一个李仿 这是两个人 再加上太宗的五个皇子 这就是七相 那么三参是怎么来的呢 宋太宗对中书省的调整 直到他的五个儿子 都当了宰相为止 他的调整算高一段重 事实上 太宗无论是让他的儿子 担任开封营 还是让他的儿子 进入中书省 他一直在做的工作 就是强化蒙全 稳固自己的统治 那么对于参政政士的安排 太宗是如何考虑的呢 至于三个参政士 打头的是李牧 他是从开封植府升上来的 另外两个参政士呢 一个叫吕蒙正 一个叫李志 这两个人的来历也很 他们两个的出身 值得介绍一下 吕蒙正是太平新国二年 进士考试的第一名 状元 因为大家知道 我们前面讲过 太宗皇帝即位以后 井喷赤的扩招 大规模的举行科举考试 录取了大批的人 其中 这一年第一次开考的第一名 就是这个吕蒙正 所以这个吕蒙正 提拔的非常快 五年时间 就从一个普通的状元 升位副宰相 升得非常快 李志也是太平新国 初年的进士 所以这样一来 我们看了这个 到了太平新国八年 中央政府的中枢省的变化 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 第一 赵普再一次离开了中央 第二 太宗的晋敌成员 也就是他的亲信宋旗 担任的首相 礼坊担任次相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是太宗的五个儿子 都担任宰相 而且到中枢逝世 实际 接受这个中枢省的 这种训练 历练 第四 是李牧 带着太宗 初年的两个新榜 考中的进士 进了大宋的中枢省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 新旧交替 已经完全的完成 太宗 以自己的儿子 自己的亲信 和自己的门生 彻底取代了 太祖朝的宰相 这才真正的意味着 太祖时代的结束 太宗时代的开始 淑密院的调整 是围绕着谁的 淑密院的调整 也围绕一个人 这个人叫曹斌 因为太宗皇帝登基之前 当时淑密院的结构 是这样一个结构 曹斌 是淑密史 楚朝府 是淑密复史 开宝九年二月 曹斌被太祖皇帝 任命为淑密院的淑密院史 到了太平清国七年 大宋的淑密院 当时的人员配置是这样的 曹斌给十夕仔 是淑密史 柴雨昕 是淑密复史 杨守仪 是淑密都城之 这里边 只有曹斌 不是太宗皇帝的亲信 那么唯一的一个 不是太宗皇帝亲信的人 会不会被清洗出来呢 应当说 不但会 而且很快 很快就被清洗出来了 太平清国八年的正月 曹斌被罢 淑密室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有人告状 这告状实际上是个无告 曹斌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 他谨慎到什么程度了 他长期担任淑密院室 那是个宰相平级的一个职务 但是他坐着车出来 在京城里边 看见官员 他要主动避让 淑密院室的车 避让其他官员的车 而且遇到比他关节低的人 他从来不直呼其名 他的下级向他汇报工作 他总要把帽子戴好 穿得周周正正 然后才结见 所以这个人很谨慎 为什么他会被人举报呢 是因为有人诬告他 谁诬告他呢 是郑州监军密德超诬告他 密德超诬告他什么呢 密德超是这样说的 熟密使曹兵 秉政遂久 能得势众心 臣时从赛上来 数族皆言月头前曹公所致 微曹公五倍当哪死 这里设计的个月头前 什么叫月头前呢 太宗皇帝为了笼络 在边疆地区那些士兵的心 每个月给在边疆的士兵 多发一点钱 多发一点津贴 这个津贴叫月头前 郑州呢 刚好是大宋和齐丹交界处的 一个地方 所以这个郑州监军密德超就说 边地的士兵都说 这个月头前是曹兵 给大家争取来的 如果没有曹兵的话 我们早就没有这个钱了 所以曹兵在边疆的士兵中间 威信很高 这一说让太宗皇帝在意了 太宗皇帝最害怕的 就是出现后洲的国威 像出现的哥哥 那样的在军队中间 享有冲高威望的人 对曹兵在意了 然后这个密德超又加油添醋又告了一些状 所以导致 密德超的无告 导致太宗皇帝把曹兵给撤了 尽管当时有大臣反对 最终还是被撤了 那么太宗皇帝 为什么这么信任密德超呢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郑州监军 值得这么信任吗 原因很简单 因为密德超是晋府幕僚 也就是他晋敌当年的老部下 太宗皇帝其实最信任的是当年跟着他 在晋王府中间那批老部下 他是最信任的人 所以密德超一告状 他就信了 那么我们为什么这样来说呢 我们可以举出来 五点证据证明 这个案子其实是一个无告案 第一 太宗不查 密德超一告状 太宗要去调查吗 没有 调查都不调查 立即下令 曹兵免职 第二 曹兵不变 这很奇特了 当时的是曹兵 曹兵担任了那么长时间的书密室 突然之间被免关 不加任何辩解 为什么 曹兵非常明白 这是太宗皇帝要清洗自己 既然皇上决定要清洗你 变也无用 不变 第三件事 密德超事发 密德超诬告了曹兵 不久 密德超摊上大事了 为什么出事呢 因为密德超的原意 是想扳倒曹兵 自己取而代之 结果没有达到目的 给他安排了一个熟密傅室 所以他很不愿意 他觉得他的付出和他的所得不成比例 他心里不服气 我干的脏活 最后我落了这么一个待遇 不服气 第四 密德超出事以后 大家都明白 曹兵是被诬陷的 连太宗皇帝他也明白了 史书记载了这么一句话 上义 曹兵 无他 皇上也知道 曹兵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 什么月头前 全是诬告 那么 既然是诬告 曹兵是被冤枉的 但是宋太宗始终就坚持 不让曹兵恢复职务 说明是罢了就罢了 所以不恢复曹兵的职务 这说明是个有目的的 就是要干掉曹兵的 第五 太宗皇帝还做了一番表演 这个表演很有意思 表演给谁呢 表演给宰相赵普这些人来看 密德朝被流放以后 太宗皇帝上朝一直是闷闷不乐 他自己很从容的 大家注意 这个太宗皇帝千万不敢从容 我读这个史书中间发现 只要一写到太宗皇帝一从容 别人就该倒霉 他不能从容 你比如说 当年太宗皇帝提议迁都的时候 太宗皇帝就很从容的说 迁都未变 迁都不方便 所以太宗皇帝没有迁都都 没有迁都都不久 当年就报病而死 等到他的弟弟赵廷美死了以后 太宗皇帝又很从容的对他手下来说 廷美 不是我妈生的 那是我爹给我奶妈生的 这一次他又从容了 又从容的说了 他说我听话 听了不公正 差一点误的大事 新的密德超冤枉了人家草兵 又是从容说这句话 这个是个老套路了 他这套做法的 谁最熟悉的 赵普最熟悉太宗皇帝这个做法 太宗皇帝是什么做法 第一步 先处心己律的设计好个计谋 把你拉下来 然后再想方设法来恢复一下自己的形象 你把人家打下来了 你自己形象不受损了吗 我要再想办法恢复一下自己的形象 所以他很从容的对赵普说了这番话 你看我误听了密德超的话 冤枉了人家草兵 我心里很不踏实 很不踏实 赵普这个时候对他这个套路早就看透了 赵普作为两度担任宰相的大臣 早把太宗皇帝给琢磨透了 所以赵普又做了这么多年官 当官都成精了 是吧 正像咱们春晚上一句著名的台词 大家都是修行千年的 何必玩什么聊斋呢 太宗皇帝给赵普都是修行前年的 所以用不着玩聊斋 所以你看赵普说了这么几句话 陛下只得朝才干而任用之 查朝兵无罪而招学之 有劳者尽 有罪者逐 勿无顿情 势之力断 之所以张陛下圣明也 虽尤顺何以过 你知道米德朝有才 所以你重用他 你知道曹宾没有罪 所以你替曹宾洗刷了他的冤情 这样一来 有功劳的人就提拔了 有罪的人就得到了惩罚的了 事情一暴露 马上你就能够做出判断 这显出了你的圣明 即使是古代的尧顺 也超不过你 所以这话一说完 太宗皇帝那个脸儿马上放开了 又变得很从容了 变得很从容 再也没有包袱了 所以曹宾免赎密使 是太宗设计的 密德朝干的 密德朝生了苏密父使的时候 同时生的还有一个人叫王显 王显这个人也是太宗皇帝 非常欣赏的一个人 因为他也是劲敌的成员 也是太宗皇帝的老部下 太宗皇帝为什么欣赏王显呢 王显有几个特点 第一 王显这个人是独往独来 独往独来就排除了 拉王结派的嫌疑 第二 王显这个人不沾酒 从来不给人家搭酒摊 所以王显特别受到太宗皇帝的欣赏 所以在提拔密德朝的时候 王显也提拔了 两个人都认输密父使 而且还让王显排在密德朝的前面 这些官们排次序的时候 王显还排在密德朝前面 所以密德朝心里就很不服气 密德朝一连串发了三顿牢骚 第一番话这样说的 当然他不敢骂宋太宗 骂谁呢 骂柴雨昕 骂王显 这两个人都排在他前面 我言国家大事有安设计功 只得献许大名为 我是立过大功的人 结果我得了这么一个名为 我现在太不服气 这第一点 第二点 汝被和人 反居我上 更令我孝汝被所为 我时耻职 你们两个算什么东西 我排在你们后面 我都感到丢人 把两个人一块骂 第三 汝被当断头 我夺尚无之手 为汝被所悬货 你们这些 你们俩该杀 我估计 皇上也是昏着头了 被你们俩迷惑了 没有一个 办事的底线 最后一句话 连皇上一块骂了 所以王显 就把密德超骂的三句话 向皇上一汇报 太宗皇帝大怒 密德超流放 密德超被流放以后 两个月 被他骂得狗屁不值的 王显 生淑密使 王显生淑密使 不久 就把病重的十七载 给免关 十七载的 这个 疏密使 被免掉了 同时 太宗皇帝又补了两个 疏密院的人 这两个人很有来历 一个叫张祈贤 一个叫王勉 为什么补这两个人呢 这两个人进去做参政事 因为这两个人 张祈贤是太宗皇帝 即位以后第一次科举考试的 进士 王勉 是太平新国初年的科考的进士 就补进去这两个人 是太宗皇帝当了皇帝以后 开科取士的最早的那些进士 就是自己的学生 这样以来 疏密院的人员构成 就是什么样构成呢 王贤是疏密使 柴宇熙是疏密副使 张祈贤和王勉 是签署疏密院士 相当于疏密副使 这样 疏密院的新的人士班子 就构成完成了 这个班子的构成 给中书省的构成非常相似 至少说 它有这么几点相似的地方 第一 太祖朝的疏密院的官员 全部清除完毕 比如说 曹斌清除了 楚昭府清除了 第二个是 太宗在的亲信 开始执掌大宋的疏密院 大宋疏密院有十七载 有柴宇熙 有王贤 有密德超 这些人前前后后 都是太宗皇帝的亲信 可见 太宗皇帝显疏密院官员的标准 中亲 不中资 你是不是资个老 我不再中 我看中的是你和我亲和不亲 最亲的人才让他长兵权 第三 大宋太宗开科考试的进士 进入疏密院 典型的代表就是张其贤和王勉 就太宗的学生进去了 疏密院的人员 要么是他的亲信 要么是自己的学生 这个人事安排 就完全改变了五代以来 靠熏贵掌握疏密院的老的格局 第四 深化了重文以武的步骤 重文以武是太宗皇帝的既定方针 现在公开的让文官担任国防部长 掌军事 文官掌武士 成了大宋的一个成立 这个当然固然由他好的一面 防止武官的造反 但是他对后来大宋军事的影响非常深远 这个地方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就是从太宗皇帝开始 开始由文人掌管书密院 所以太宗登基八年以后 到太平新国八年 宋太宗算是彻底迎来了属于他自己的时代 中国古代的皇帝都有一个习惯 一旦自己的时代开辟了 往往就需要一个重大事件 风扇 风扇泰山 所以宋太宗和历史上所有的皇帝一样 他也希望能够风扇泰山 但是非常可惜 太宗皇帝的风扇泰山 很快就无果而终 没有搞完 这场活动就夭折了 那么太宗皇帝的风扇泰山 为什么会无果而终的呢 请看下集 风扇未遂